老鐵爺 你下眼龍 下一條大魚行不行 我也下了一頁魚 老鐵爺 我出舊魚 咱把這個大魚牆板的小日培去 你幹人也不得行 日培都下眼啦 從我水丟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昨天不僅三峽大壩11口水閘全開 連周邊附近的幾百座大小的水庫也在洩洪 那按照這樣的水量 每5-10分鐘出湖就洩了一個杭州西湖的水量 那你看 洩洪至今已經幾天了 一天又幾個小時 多少個西湖已經在下游 讓這些小城市跟小農村造成多大的慘況呢 而7月16號晚上 連陝西寶基市都慘遭 大暴雨跟周邊水庫洩洪大滅敵 我們可以從地圖發現 寶基市周邊及上游 就有大大小小十幾二十座的水庫了 有夠暖心的 而當地的網紅拍了洪水當天的片子 被下架被刪除 真的 請當地居民不要再怪當地政府了 全中國都是一樣的操作 而中國並不像美國那樣 在地的自治權是非常非常高 基本上除了面對外交政策上 可以完全自主獨立 那從廣西、廣東乃至東北 在中國面對洩洪、面對暴雨都是一樣的 那又怎麼是地方政府的鍋呢? 而中共警方又在擺拍了 在淹水的地方看到了五星紅旗 拼得老命跳下水 也要把這個國旗撿起來 撿起來是什麼?中國人的面子 但是你們知道諷刺的是什麼嗎? 在同一天別座城市 同樣兩名公安看見有老人被衝走 老人好不容易抓到了河堤邊的樓梯 結果兩個中共警察 緩緩的看著他好幾秒之後 才緩緩的過去 要把老人給抓起來 結果抓感覺沒有要抓的意思嘛 老人就這樣飄走 飄走的時候又緩緩的看著他被飄走 還有一群消防隊 跟當地居民在擺拍救災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水淹到哪裡? 腳踝啊 水只淹到腳踝 而他們為了畫面好看可以發抖音 擺拍搭船救災的畫面 當然啦 小粉紅你們可以洗地說 他們體恤老百姓 黨體恤老百姓 不願意讓人民濕了雙腳 所以用這種方式 讓船去摩擦地面 讓他們可以不淋濕腳走回家 不是 你要走回家那個地方 他家不是就是有淹水嗎? 你回家幹嘛? 還有更荒唐的畫面 讓我看了瞬間覺得 有些人配得上他們遭受的苦難 我們之前說過 河南在四月份開始面臨了六七十天的乾旱 一滴雨都沒有 而中共建了水庫 卻在旱季截流 雨季洩洪 沒有達到他自己宣傳的 旱遜調控 就有一位中國大媽 在乾旱的時候 跪求老天爺 快下雨照顧我們吧 結果七月份 中共在下暴雨同步洩洪的時候呢 他又拍片痛哭 求老天爺 把這個磅潑大雨 趕到日本去吧 把日本泡爛吧 真的是求人得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暖心的影片吧 老天爺 你閒眼靈 下雨上大雨行不行 這地漢磊不能行 交地真是的難未停 只肥放下肥快 前天都噩到屎了 咱 閒口頭 後多雨 老天爺我求求你 咱把這個大雨前擺到日本去 假如 中午的人民需要你 太若華叫的你請你 下好你都請 把大雨擺到日本行不行 日本都下眼 中午是聽錢 老天爺把大雨擺到日本行不行 把日本都下眼 在中國是吃錢 說完這些暖心的事情 還有一件在中國的反賊圈 甚至在中國的內網傳的風風火火 那就是聖上中風 甚至還有謠傳說他掛了 不是只有在推特上那些海外反共的中國人說而已 連牆內一堆人都在諦諭暗喻 比如說牆內他們就會說我二叔來代替聖上 我老闆我家院長 對吧他們在開股東大會的時候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可以把這股東大會比喻成現在已經閉幕的三中全會 那他們就說我家老闆我家董事長開會的時候突然倒在桌上面 體驗部中風抽搐 現場就來了一堆救護車 而股東大會三中全會的主持人換成蔡奇 蔡奇命令所有參與會議的中共黨員 以其工作人員 手機全部上繳查清 看有沒有偷拍這個畫面 影片流出 非常的害怕 那當然我聽了也是覺得稍微有點搞笑 因為我們還是實事求是的 希望有一些才可以做出這個揣測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這個謠言是從中國牆內發起的 而不是海外先發起的 對吧 而如果連極權國家的人民都已經用這種暗喻約餘的方式 是不是代表他們心知所向 希望這條謠言是真實的 代表他們心知所向 而希望這個謠言可以成真 那這隱喻著什麼呢 應該不言而喻了吧 而就在傳出聖上送醫的當天晚上 有好多人拍到天安門附近的道路封閉 一堆救護車跟警車在旁邊待命 其中一名老人說 他曾經看過這樣的狀況是在某一年 哪一年 八九六四那一年嗎 歷史上第一次看見 長安街是所有的中國人不讓走 必須得繞到 我們現在已經繞到 照到北京站口了 而且自行車不讓走 所以電動車走 那也沒這麼嚴的管制 OK 目前啊 我偏向不太相信這條謠言的 對吧 我們退一萬步來說 即便 聖上真的在山中全會中風了 或者是摔傷了 不管 反正送醫了 你覺得有可能 中共會跟你說 對啊 確實如外面所說的 就是這樣子啊 你覺得有可能嗎 沒有對吧 你反而還會被人家說你造謠 但不可否認的是什麼呢 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巨大的問題 首先 中共的山中全會 這個是專門for經濟開的嘛 它延遲了大半年才召開 那第二 A股宣布將在7月29號 把基準點定調在3320幾點 也就是你長不高 你長不高怎麼辦 但我又想長高 那我就 處理量身高的度量痕吧 我就把這個度量痕的標準改一下吧 如果我沒有180高 那我就把這個基準往上調30公分 我甚至到200公分了 對吧 既然A股20幾年都卡在3000左右 那我就把3000廢除以後 從3320起跳 即便哈 7月28號的A股是100點 只有100點 那7月29號以後 它還是3320幾點 不能再低 把中國失業率跟GDP成長的這套玩到股市裡面 真的是經濟改革家 我們可以看到 阿里2024年最新一季度的淨利 只剩下了9.19億人民幣 同比暴跌的96%耶 當然不僅僅只是阿里這個產業而已 之前其他產業的例子我們舉過 這裡不再贅述 那說到改革家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第三點 新華社在7月16號發出了特稿 這個特稿的標題為改革家協健平 把這個位置放得比鄧小平還要高 改革家耶 這個改革開放在中共的歷史上是灌給鄧小平的 那你現在說你又是一個改革家 但是你實際的政績好像比鄧小平來說沒有特別的好 甚至很爛 那你憑什麼把自己放在改革家這個位置 結果不出半天 馬上全網下架 真的是全中國網路下架 那這就很詭異啦 新華社是中共黨媒的第一把手 那他發出的文章尤其是關於皇上的重大報道 是不是要經過高層的同意跟嚴格的審批呢 是的 那也就是說中央同意了這樣的報道 對嗎 對的 那既然同意了為什麼發出之後又刪除呢 是同意的那些高層啊 自己刪除的嗎 他們發現的是低級黑而刪除的嗎 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因為他們比我們台灣人 甚至比小粉紅更懂什麼是低級黑 還是說在開三中全會的時候被鬥爭 覺得你習近平到底有什麼資格比肩鄧小平 甚至超越了他 所以把他給下架了 不知道 所以身上中風了 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發現 在開這個三中全會之前啊 習近平在南方清算了非常多地方派系 你們可以上網看 超級多的 遠至貴州、雲南都在清算 解放軍高層跟國防外交部高層也是被清算的 而最關鍵的是查了各地的軍火庫 也發現很多的將領跟指揮官在盜賣軍火 甚至有些將領怕被查 直接把軍火庫給炸了 而當然啊 這個央視新聞是不會報的 但推特上流傳非常多 甚至連影片都有了 那上個禮拜在北京的香山社區啊 流出了一堆中共的防暴部隊 真槍實彈啊 封鎖現場 到場去抓人 嚴格檢查所有管控出入境的人與車輛 而北京的香山南路78號院 被指出多數民眾是紅色家族的族人或是旁系的居所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推特上搜 香山南路觀看其影片 而這次三中全會比起以往 宣傳是少了非常多對吧 即便三中全會它是一個閉門會議 比起過往 它確實不太尋常 而中共卻還有臉發這個環球時報說什麼呢 因為環球時報還有蠻大的一個功用 就是對外 對歐美國家 對新加坡 對這個馬來西亞 對吧 那他就發這個環球時報說 三中全會在全世界在全球是最重要的 非常重要 結果你自己牆內熱度不比以往很重要 而荒唐的是什麼呢 中國這次派出了405名運動員 311名工作人員 黨媒等等2000多名相關的人員 參加了巴黎奧運 你是要去比賽誰比較會造謠嗎 你是要去比賽誰比較會擺拍嗎 那你肯定得冠軍啊 你派那麼多媒體去幹什麼比運動員還多呢 還運送了345台的冷器 安裝在中國選手的住所 欸 這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選手有沒有被你們安裝啊 而很多的中國網友就痛嘛 巴黎這種氣溫 最高溫也才27 最低溫16 15度 平均溫度在22度左右 需要開什麼冷氣呢 而這次意外的 好 中國對參加巴黎奧運 中國網民 各個冷嘲樂風 甚至默不關心 表示我家時不時就被淹水啦 上面又在泄洪啦 我又失業了 我住浪尾樓呢 我昨天上訪被解訪了呢 巴黎奧運 中國隊奪得再多的金牌 與我何干呢 那我非常高興 越來越多 這個中國人已經從這種 所謂的 造假的大國崛起 的這種 自豪了我的精神內耗這種 模式走出來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 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閒 我是Panel 下次再見 拜